大家好,昨天讲了一期北京大学的经济学家周启伦老师 讲得我挺动感情的 好多年没有去听周先生的课了 我以前在南方周末,南方人物周刊还写过一篇文章 说我是周启伦先生的旁听生 为什么有这么一个说法呢 是因为那个时候武汉有一个被共产党整得死去活来的经济学家张教授 张张,哎呀我真是年纪大了,真是忘了 好多年过去了,张什么刚,张培刚 对,张培刚是叫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 他如果当时年轻的时候不从美国回来的话 他留在美国的话,他应该是可以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 后来回来了以后,共产党把他一张拍死了 让他在一个大学里面去工地上管基建 因为他数学好,会算账 然后一辈子与经济学再也没有机会去研究了 后来好多年以后,中国开始搞经济了 经济学教授吃香了 这时候人们忽然发现,在中国在武汉 一个叫什么武汉的一个什么大学 一个什么工商学院什么的,我都忘了 居然还藏着一个世界级的经济学家 而且是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张培刚 哎呀,我们都听说这个事情都热泪盈眶 就是成绩就是骂了一旁共产党 我写过好几篇文章 我还去武汉去采访过张老先生 哎呦,这哥们真是一辈子 哎呀,说多了都是累啊 说这个一辈子回来以后到了快四十多岁 所以这种情况让我们非常的悲伤,我真是我写过好几篇文章去介绍张培刚 完了以后我还去采访过他,哎呦,他都已经被共产党整怕了 他不敢说话,我一边采访他 一边是主要是他的那个比较机灵的太太在说话 他不敢说话了,也不知道是整怕了还是怎么的 其实那个时候,那是2009年的事情吧 当时周启仁老师又说过一句话 我是张培刚先生的旁天生 所以呢,我就赶了一个时髦 所以我既然周启仁先生是张培刚的旁天生 那我就是周启仁老师的旁天生,是这么说,这么说起来的 所以我昨天是周启仁老师的时候,我是蛮有感情的 把过去的文章也翻出来了啊 嗯,今天呢,还想给大家讲一个知识分子,是复旦大学上海这边的啊 上海这边复旦大学的教授,葛兆光先生 哎,葛兆光先生最近接受了这个我的老朋友啊 好多年也不联系了啊 这个就大路通天啊,一别两宽的这么一个老朋友 好多年不联系了 微信上也互相是屏蔽了,不看了是不是 没有删除,但是互相都不看了啊 免得看的烦,价值观完全不一样了 许志远老师啊,采访这个葛兆光老师 有一段话我觉得说的我又又开始有心动了,又开始很感慨了 上海这个地方有几个老师对我是有很深刻的影响的啊 我在系统的学习思想史的时候,系统的学习经济学的时候 我的重构,我的知识结构的时候到前后有10年 上海的有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对我构成的很大的影响 葛兆光先生是其中之一啊 还有这个朱学琴老师对我的影响最大 上海这边呢好几个人 还有王阳化老先生,那他就年纪更大了啊 就是我印象不是特别多 就王阳化老师应该是影响了葛兆光,影响了朱学琴的 然后我也受朱学琴的影响,受葛兆光老师的影响 当然还有许志连老师也是非常不错的 还有这个韦森老师,经济学家 也对我也是有很好的一个影响的啊 所以我忽然看到葛兆光老师的观点和言论 然后由这个我的老朋友许志连老师给他采访出来 想去构成了我自己的一个话题啊 他就讲,他说啊 亲历历史的人不一定比从原初看历史的人感受更强 那么目前正在亲历中国历史的人 一定不如从海外看中国的人认识的更加清楚 这句话我蛮赞同的啊 我现在就是在海外回望中国啊 我真的看着,我真不是我吹一下自己的牛啊 我看着前所未有的清楚 我既了解这个世界啊 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正在发生什么 我也了解中共,中共国正在发生什么 这是所谓的横向的观察 是吧,我还可以纵向的观察 我呢,就了解中国人类历史是曾经发生过什么 我也能够理解现在正在发生什么 所以我的心中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坐标系 啊,这个坐标系我认为是我的上帝给我的 所以呢,我,我站在这个坐标系的这个某一个点上面 我打量这个世界,我自得其乐 我比我一天到晚写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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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把想把我站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的节点上啊 站在一个所谓的海外华人的视角上面 我看到我所看到的风景,我想把它记下来 所以才有我的这么多的这个什么,这么多书啊 有些个书名,其实是很有似的 你看这个书名就是我们这个世代的天使军团 我要在中国,我是绝对想不出这个题目的啊 绝对想不出 所以我看到这个葛着光老师说 那么目前正在亲密中国历史的人 一定不如从海外看中国的人认识的更加清楚 我相信这句话是有它的道理的啊 而且我这几天在台湾 我天天在坐在台湾的图书馆里面 我在找资料 我发现真正看懂中国过去几十年的悲闯历史的 看懂中国的仓皇人生的 中国人的仓皇人生的啊 是这些个台湾的知识分子 他们的视角就是比我们开阔 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 台湾的学者 至少我所接触的这一块学者 经济史这一块 真的有很多优秀的经济史学家 相当的牛逼 是中国国内的那些个经济学家 那些个搞经济史的人 完全不可比拟的 真的 哎呀 然后葛着光老师又继续说啊 说我们的中国的历史教育有太多的成见 太多固化的东西 例如大一桶 开始真正的历史教育之前 应该把中国脑学生脑子里的历史清除出去 那这句话呢 比字面上看是没什么问题的啊 因为大一桶是一个非常愚蠢的概念啊 但是问题是中国人要清掉大一桶的历史的观念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某种意义上几乎是不可能 除非有神级出现 像我这种人为什么会有对大一桶 保持一个绝对的警惕 我不是因为某一个老师说的好 我也不是因为说什么 其他的东西说的好 因为现在关于大一桶 有一个更大的乌托邦的想象 在我们的这个世界 中国是一个大一桶是吧 这是毫无疑问的 所有人都看得见 习近平一天的话要统一 要统一祖国 而且那样的自信 感觉到他在做最正义的事业 可是在我们这个世界 还有更大的大一桶的这个魔鬼的计划 他不仅仅中国大一桶 他要把整个人类社会都要搞成大一桶 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普京也好 习近平也好 忽然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这个 坚守自己的民族主义的 坚守自己的分散秩序的 一个有深的力量 让人非常的别扭 非常的哭笑不得 为什么呀 因为习近平是一个小魔鬼 是不是普京是一个小魔鬼 还有一个大魔鬼 正在从事更大的大一桶的事业 所以你说这种情况 你一个人一个知识分子 你怎么可能把大一桶的概念 从人类的脑子里面清除出去呢 当这个葛乐光老师说出一句话的时候 我认为他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 我之所以反对大一桶 我其实非常的直觉 就是我的话叫直觉判断力 就是这个人类社会啊 它是分散秩序 上帝让人类社会的每一个地方都有不同的语言 上帝拆掉一个传说中的巴别塔 就是为了让人类分散成不同的区域 说着各自的语言 所以这个东西你从人类的理性工具 工具理性的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是很别扭的是不是 因为如果我们这个人的社会 语言是一样的 那我们交流起来多方便了 是不是 我们一下子可以减少我们好多的学习成本 我们可以提高我们的交流的效益 多好的事情 那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干呢 你根本也听不懂 是不是 你根本也觉得上帝做错了 我做对了 这个时候 我的直觉判断力告诉我 因为我是有限的人 我肯定是错的 这是我思考问题的方式 我都不用思考 我是因为我相信上帝说的话是对的 所以我认为我是错的 我是这么思考的 所以很多人就会骂我 你不是个智障吗 是不是 是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就是智障 我智障我骄傲 因为我清楚的意识到一个问题 如果阳光不照在我的身上 我每几天就死了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我没有资格去怀疑阳光的错误 或者是不错误 是不是 该错误的肯定是我 应该出现错误的肯定是我 这么一个有限制 就这么简单 所以很多中国人听不懂 知识人士也听不懂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 葛照光老师说什么 说葛照光老师认为 中国思想是他黄金十年 是1927年到1937年 中国的很多大学已经开始 初具规模出现了张台言 陈寅雀 胡适等一大批人 那个时候的学术了不起 他日本清华 突然打断了中国现代化的过程 这个话呢 我呢是一部分也是赞同的啊 因为我的这个百年经济史笔记啊 的这个第二卷写民国的 一开始的题目叫金色民国 真的就是我看了这个黄金十年 其实不止十年啊 其实不止十年啊 叫黄金时代是法国的一个历史学家 经济史学家搞的白劲 是一个女性的经济史学家 所以黄金十年黄金时代 这个词不是中国人发明的 是法国人跟你琢磨出来的啊 的确呢这是一个事实 但是我认为整个民国时代 它是倒退的 日本清华只是外部的原因 内部的原因是蒋介石国民党 搞国家资本主义 是吧搞这个像希特勒 像苏联学习 所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 在有些地方 它是重合的是不是 它真的是重合的 都是搞这个计划经济 搞国家经济模式 台湾的经济史学家 把它描述 描述为什么呢 叫统治经济 统是统一的统 制是制度的制 统治经济 不是统治啊 所以很有意思啊 这个词是一个中性词 非常的好 就政府说了算呗 就大政府小市场呗 这个东西不是从毛泽东时代开始 老蒋也是这么干的 所以问题不要把一板子 就拍到这个日本清华 因为你一拍到日本清华的 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你马上就进入李泽厚的叙事了 李泽厚说了一个词 叫旧王牙岛启蒙 这句话曾经伴随我的灿烂的青春 就在解释了中国所有的问题 我非常喜欢这句话 我后来好多年以后 前几年我在写这套书的时候 我才意识到 旧王牙岛启蒙 根本就是一错误 没有一句话是对的 首先启蒙不存在 因为人跟人之间不可能启蒙 是不是 启蒙不是 启蒙只是知识分子的一个理性自负 是一个乌有的想象 中国有很多的知识分子 不管是艳阳初还是梁苏敏都试图启蒙 最后自己变成一炮屎 他也不知道 是不是 没有意思的 而旧王 我现在认为日本人打进来以后 如果那个时候蒋介石听汪精卫的话 今天的中国一定比国民兰搞的中国还要好 这个问题还是错误在我们中国人的自由选择 在最关键的时候我们选择的是统治经济 我们选择的是中国传统的所谓的旧王图存 其实没有的事情 你看看英国所谓的殖民主义 什么澳大利亚 什么新西兰 什么加拿大多了去了 是不是 都是英联邦的 人家并没有因为英国人的殖民而变得非常落后 反而变得越来越文明 所以这就是一个 从一个更高的 从一个更稳定的一个坐标系看中国 你会发现很多事情跟我们以前理解的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呢 我就看到这个葛乐光老师的话 我非常赞同他开始说的这句话 目前正在亲密中国历史的人 一定不如从海外看中国的人是清楚 如果你来到自由世界 如果你有很好的思想史的训练 如果你清晰的感觉到一种这个真正意义上的坐标系 你看你回望中国 或者是你在扩张你的视野看世界 你会跟过去完全不一样 至少是一部分不一样 你会对你过去的价值观 对你过去的知识体系 你会有一个全新的一个认知 你会不再像习近平一样那么自信 你会开始发现自己的问题 而这对于一个人而言的话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 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 谢谢 致会 看看 这 再